非常生活非常美好,我是秦时月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款方形花片的勾法 中间我勾了是一个八角形的立体单元花 一共是三层 然后勾出了它的叶子 再勾出它这个外围来 大家可以拼成抱枕 是非常漂亮的 那下面我们看它的具体编织方法吧 下面我们开始起针 我这里是用的这种中细的五股牛奶棉 一点九的勾针 我们先勾六个锁针 然后在低针里 我们引拔为圈 下面呢我们要在这个圈里面 勾出八个长针来 每一个长针中间呢 用两个辫子间隔 先勾起立针 算为一个长针 中间间隔两个辫子 勾针绕线 在这个圈里面开始勾长针 已经勾出了两个 因为起立针也算为一个长针 然后中间两个辫子 一长针 两辫子 一长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 按刷最后一个 用勾了八个长针 勾两个辫子 然后我们在第三针 一二三 勾一个引拔针 第一圈就勾完 然后开始勾第二圈 勾一个辫子 然后我们在这个两辫子上面 勾一个短针 勾针绕线 勾一个中长针 这样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一次性的过来 这样中长针 中长针勾完呢 要勾出三个长针来 继续勾出来 勾出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也勾完了 然后继续勾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然后继续下一个 这个两辫子里面 还是重复这样的勾法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 三个长针勾完了 然后继续勾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大家就重复这样的勾法 一共要勾出这么八个小花瓣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 三个长针 一个中长 一个短针 这一圈八个花瓣 我已经勾完了 然后我们最后呢 把这个线稍微拉长一点 我们把这个钩针呢 我们把这个钩针呢 从后面找到这个第一个花瓣 第一个短针 这里钩过来 钩一个引把针 我们这一圈呢 要从后面钩 钩一个引把针之后呢 钩一个辫子 我们还是从这个地方啊 从这里钩一个外钩短针 穿过来 钩一个短针 就是穿过中间 然后我们钩四个辫子 四个辫子呢 然后我们下一针呢 是在两个花瓣中间 还是中间 我们看一下 调这个横着的这个线 勾了一个这样的外钩短针 四个辫子 两个花瓣中间 调这根横线 勾一个短针 这一圈呢 就是勾出这么八个 这样的小网格 我们转接近了 你说的 这一圈呢 我们就要在那个花瓣中间 或者说 那三个花瓣中间 那么 那我是 鸣签的 最后在这个刚开始 我们不是勾了一个短针吗 我们就在这个短针上面勾一个 引拔针 然后勾一个辫子 把它反过来 反到正面 我们开始勾第二层滑板 我们还是在这个四辫子上勾 勾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针 这里呢要勾五个长针 第一层的时候我们勾了三个 那第二层呢我们要多出两个 要勾五个 两个 三 四 五 五个长针勾完 勾一个中长针 勾一个短针 然后就这样的勾法 就是重复这样的勾法 一短针 一中长 五个长针 五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一个短针 就这样重复这样的勾法 大家把它勾完 好了这一圈也勾完了 这是 然后我最后呢 我们还是从后面 第一个花板 第一个这个短针上面 勾过来勾一个引拔针 我们还是从反面勾 继续勾一个锁针 然后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再入针进去 再勾一个短针 它是四个辫子 四个辫子之后两个花瓣中间 它是条这个横着的这个线 短针 花瓣中间 大家就按照这个勾制方法 然后勾出这么八个这样的小辫子 最后呢在低针里勾一个引拔针 低针这个短针上面 勾一个辫子 然后反过来 我们又开始勾第三层花瓣 这一圈呢 我们又加了两针 两个这个长针 第一圈的时候呢 是三个长针 第二层呢 就勾成了五个长针 那这里呢 我们要勾七个长针 开始的时候不变 一短针 一中长 七个长针 七个长针 大家就重复这样的勾法 一个短针 一个中长 七个长针 一个中长 一个短针 大家把剩下的勾完 好多长针